好 据新北市则是有一名五岁的男童 上个星期呢 他因为肚子饿 在马路上哭喊着要找妈妈 身上又脏又臭 被远景发现之后 带到男童家才发现 这男童呢 只靠着家里的两块月饼就撑了两天 其他什么都没得吃 而且身上还有不明的瘀伤 不过发现他这个妈妈 却是躲在网卡里头 忙着打电玩 现在社会局已经介入调查 男童是不是有受虐的情形 在街上闲晃的五岁小男童 被远景带回家 直接男童的家里乱钱一团 男童在床上爬上爬下 开心的玩耍 不过两天来 他的母亲都在网卡逗留 男童肚子饿了也没人管 只能靠两块月饼果腹度日 远景看了都非常不舍 再仔细检查男童的身体 腰部上有明显的瘀青 他的头部及额头上也都有瘀伤 远景怀疑又是一起虐童家暴案 赶紧通知社会局出面安置男童 我们有请问他说有没有吃饭 那他是说好几天没有正常的吃饭 然后看他家里只生月饼而已 小朋友当时的话 比较是一个毒瘤的状况 毒瘤的话 毒瘤他在家里 这是会是触犯而上反 他没有人照顾的 我们看他没有人照顾 应该是有一点点可怜 远景发现男童的母亲与丈夫已经离婚 有诈欺及吸毒的前科 邻居表示常常看见男童 一个人在外面闲晃 什么都没得吃 在永和住处的房租 也是男童的外婆带脚 男童被安置当天 这名失职的母亲完全不知情 知道了也不以为意 男童到底是不是有受虐的事实 现在全案由社会局介入了解